今天的流程我先講一下 就是我們這個計畫是我跟高家良都不太熟悉的領域 所以我們會先簡單介紹一下 這個藝術計畫的整體的來龍去脈 然後等一下會有兩階段的大家要一起來發想 所以我們有準備了海報紙還有便利貼 有兩個階段 那是什麼哪兩個階段等會會仔細講一下 那最後就會有一個sum up 就是把大家的貢獻納入我們現在這個i Dystopia 2035的這個藝術計畫 這藝術計畫大概有3% 所以今天大家貢獻希望會到這個遊戲的這一個部分 因為這個遊戲都還在發展中 因為我們用一個很G0V的方式在進行 所以所有事情都是這個ING進行式 好 那已經整點了 所以我們把那個投影片切過來把高家良不要再掙扎了 好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工作方 這給我 好 我們今天這個工作方的題目叫做 這個大家看得清楚嗎 在電腦上是蠻亮的 但是i Dystopia 2035數位身份大冒險 那我們這個藝術計畫的復標 後來有復標了 這個也是前兩週出現的 叫我的資料你的無托邦 那其實這一軌的那個工作方本來我們登記 不知道為什麼被告教的登記成英文 但我們現在立刻就是切換成中文 所以有英文的同學可能要請看投影片 可是投影片用中文怎麼辦 好 應該OK啦 好 那我們的這個計畫的網站 就是自有點小 i Dystopia.art 那這個計畫 基本上已經進行了大概五個月了 那我還是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曲曉偉EPA 我是Gelmy的共同發起人 那過去六年有在 就是辦Summit的這個深坑中 這是第一次我只要來吃便當和講一成就好 那我們現在還算是Gelmy的周松團的成員 那我目前在一個政府的新創文化法人在工作 那我的擅長是推坑挖坑 然後我是兩個小孩的媽 那告教你自我介紹一下 好 我也是Gelmy的共同發起人 然後大概是八年前的事情 那最近一兩年就是在做自己的startup 開公司 所以很忙 那所以最近你的事情就 參與的沒有那麼多 但定期會去開一些會 好 然後 喜歡泡溫泉 煮東西 然後兩個小孩的爸 然後順便一提兩個小孩 是同兩個小孩 這樣有懂 這樣有懂 好 你會的解釋 好 那我現在接下來介紹一下 這個我們這一次I Dystopia 其實就是ID 然後未來可能進入一個Dystopia的狀態 那我們設定的這個時空是2035 那這個其實這個起源是我們被這個策展人鄭鼠立邀請 那他要測一個LAB KILL LAB 藝術展 那這個展的規模非常大 他有一共有5個大區 然後有5個大區裡面有一大堆 我們是其中一區的一個小計畫 好 那簡單來說是這樣 那他整個的這個歷史脈絡 其實要大概回歸到20年前 我大概也簡單解釋一下 這個是鄭鼠立 這是策展人鄭鼠立 那這兩個是我們在跟他視訊的 被推坑的那一剎那 就他說要不要來做這個藝術展 我們就呃 呃 呃 然後覺得呃 我們跟藝術好像非常的遙遠 但是你看我們兩個就默默的就說好了 所以才有這一整趴 好 那這個其實是一開始在20年前 伊莉亞就是李士杰和AU 那時候還叫唐宗翰 現在大家都知道他叫唐鳳 他們那時候寫了一個計畫叫ParaGene 那這個計畫他20年前後來就沒有成 因為種種原因就沒有做下去 那去年伊莉亞就過世了 那所以其實鼠立他整個大的計畫 是在向伊莉亞致敬 那所以他有整個ParaGene的這個 這個forking 就是把這個ParaGene原始的計畫 再forge出來 所以這個計畫下有五個計畫 五個計畫下 我們的計畫就是放在這個計畫 你們已經頭暈了 好 沒關係 總之呢20年前有個計畫死了 重新復活 復活之後生了好多小計畫 那我們是其中之一 這樣我們比較單純一點 所以這個我們在設想說 他如果是在講數位身份 然後他又是一個藝術和這個 這個人權相關的原始的計畫 所以我們就盤了一下說 其實當那個在五月答應這個坑的時候 EID的議題還蠻受重視的 那我們社群就開放文化的社群 然後開人的社群 還有GD社群 蠻多人都在關注這個議題的 那這個文件是 OCF就是Open Cultural Foundation 開放文化基金會做的說帖 那揭露一下高嘉陽是OCF的董事 所以他在被推坑的當下就想說 那我們來用這個ParaGene Forking ParaGene的計畫 來處理這個議題好了 那這個議題又有點複雜 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可以可能用遊戲的方式 然後搭配其他的方式 來擴大這個討論的空間 因為這個議題討論下去 其實是有專法的問題 大家上網去查一下 其實最近蠻多新聞的 今天有一個新聞是說 新北市退出了這個 下個月就要開跑的這個試用 然後剩下哪裡 澎湖和新竹 會被納入試用 所以這個新聞其實目前 都還是在變動中 那蔡總統前一陣子也有發言 內政部又說了說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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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blah blah 所以這個事情是正在發生中的 那他牽涉的議題還蠻多的 有專法有資安有國安 然後有還有這政府 到底可不可以去 就是用這些 還沒有完全測試過的方式 去取得我們的資料 然後他要怎麼用 所以這些如果有相關 新興趣化的話可以去查詢 但是我們想要跳脫出 目前2020的這個想像 去討論這個議題 所以我們跳脫到 一個遊戲的想像裡面 那剛剛那個是發想一 發想二就是我們想要做遊戲 我們在2020年3月的時候 又做距離民社群 很快速的用2D的遊戲 做了一個遊戲的網站 然後紀念那個時候去世的 我們的好朋友 陳生偉博士 陳生偉老師 那那個時候這個網站是用群眾 參與的方式很快速 然後在這個喪禮的告別式的那一天的 同一個時間請很多人上線 那個時候最多人上線的時候 大概有300多人400人 然後我們就在同一個時間 請大家點蠟燭 所以在2D的介面就用很快的方式 讓大家都 我們沒有辦法很快做出虛擬實境 可是大家就是同時有自己的ID 然後就上 這邊可以留言 然後可以做一些互動 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可以用這個遊戲 然後搭配剛剛講的這個議題 那我們來做點什麼 所以這個就是被推坑 然後被推坑完就開始panic 因為我們已經接了這個坑 可是要怎麼去處理 所以EID的議題 但是我們不想要進入那個太運動的現場 我們想要拉開一點討論的空間 所以今天也是希望可以多一些討論 那結合我們剛剛講的這個有一點 有一點這個非常簡單 但是又有互動性的遊戲的時候 它要怎麼變成一個藝術的計畫 所以5月開始我們就開始集結 在這個GTV的大黑客送的現場 然後就開始 只有我們兩個 然後就做了一個很簡單的投影片 說這個這樣這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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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不要一起來 那就來了 人就來了 莫名其妙很多人就來了 那坑主是我跟高嘉良 那初始概念也是我們這樣亂講的 那論述就開始有一些法律背景的這個法律學者進來 然後律師來幫忙一起想 然後遊戲開發的朋友們也進來了 因為剛剛看到那個2D的遊戲 其實就是蠻多人一起做的 都是用俊尼的方式在這個分散的協作 所以有人寫故事 星德他是一個大學生 大二的學生 他就開始寫故事 然後有人做這個介面 然後因為我們這個是一個藝術展 所以大家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12月14號到20號 可以去在空總的圖書館 我們真的要弄一個小區 然後要放真實的installation在那裡 然後展場設計就是以字加暖 然後視覺設計就我也不認識 就是朋友搭朋友就來了 然後那個論壇設計就是老師 順琳老師 然後網站 Shan也在這裡 所以等一下如果對於我們的網站有 覺得可以加強的話 那就是去找Shan Shan舉手 我們今天就是那個 那個填坑兼推坑 所以這個team運作了大概 五月開始 然後我們每個禮拜天早上就是會開會 然後我們進行了四次的小松 兩次的大松 然後這個就完全就是一個很分散式的 就是貢獻方式 所以有點緩慢 但是還是有一些進度 就是這個在NPO Hub的小松 然後我們有一個trail 所以大家如果點到那個網站 idistopia.art 會看到我們的這個很 已經累積蠻多資料的那個 HackMD 然後我們也有trail 我們也有 我們該有的都有了 我們有signal 我們有slack 所以我們用各種方式把大家串在一起 然後來思考 思考一下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多做一些什麼 好 好 這就是整個為什麼會我們在這邊講這個題目的來龍去脈 然後 回到 還是回到議題 那這個故事 這故事是什麼呢 就是這故事是我們 我們其中有一些朋友 他為什麼會來跳這個坑 是因為他家住在中和 中和就是 如果沒有 今天沒有看到那個新聞 那就是下個月他就要拿到這個示範身份證的第一區 是吧 是不是 好像是 所以他就一份田一的決定要來協助來做那個 其中一塊 所以 我們現在目前其實 目前的這個運動還在進行中 但是其實並沒有那麼多人知道 背後還有什麼需要去理解的 但是我們希望說我們可以不要太陷入 這計畫不要太陷入現在的debate 因為就可能就會 進入那個震 還是反 的這個這個拉鋸 所以我們我們想 想那個時空 那這個時空 是有一點 進未來 就是他可能已經脫離了現在的想像 例如說我們已經沒有選擇 要不要數位身份證這件事情了 這邊就已經沒有這個選項了 好 所以我們的我們的設定是我們沒有選項了 然後2035年這個非常的 這個身份 數位身份也非常的暢行了 然後呢 他甚至衍生出了其他的 數位身份或者是政府或者是商業的 的 你要說是烏托邦或者是監控 其實現在這兩者都是成立的 都是 因為在長大的數據都說生活好方便 然後怎麼樣 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就是你犧牲的某些隱私 所以我們在這個設定 這時空大概是15年 15年就是我的小孩 第一個小孩已經20歲了 好 20歲 所以他就是新的世代了 那我們在這個5個月的這個發想過程中 我們想了兩個設定 好 那今天的工作呢 在座各位的工作是來幫忙想其他的設定 好 就是我們先跳脫一下2020 我們進入到2035 數位身份這件事情已經 在2020的抗拒中 已然失敗 我們才會進入到這裡 所以遊戲是這樣子的 所以遊戲中有一個角色 他是在這個時代 還想要抗拒的 可能是在座的各位 這個時代那個想還 心懷著這個想要抗拒的人 這個時候還可以做些什麼 可以讓2035的這個事情 可以 可以 不要這麼的 是我的資料變成是別人的無陀棒 好 所以這個設定是這樣 那我們看一下設定1 好 然後等一下就請高先生來講下面的設定 好 故事設定 這是在這個 一邊帶小孩一邊線上討論 一邊黑客送的狀況下 大家想出來的 我們兩個在帶小孩了 好 好 第一個設定是說2035年 政府以促進環保 減少碳足跡為理由 透過數位記錄 數位身份記錄 公民日常生活的碳排量 好 包括交通啊 飲食啊 消費啊 所以 因為有用這個for good的這個理由 就可以掌握了碳的排量 所以這個某某程度就會知道你去拿 然後就記錄你的這個足跡 好 這是第一個 好 這是我們我們亂想的 就是一個空想的設定 好 故事的第二個設定是 國家依據公民本身 基因健康指數 好 進行分級 這可能跟健保啊 這跟資料庫都有關 好 所以這個基因健康 基因好的人的財力跟健康狀況也比較好 階級也會比較高 所以財力呢 就會購買碳足跡 好 然後他就可以比較不擔心自己日常生活受到政府限制 那財力低的呢 他就可能會 呃 就是 讓他在這個階級中滯留 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現在目前設定的兩個這個故事的基調 好 好 一個是我們就是現在這個 就是我的資料 你的烏托邦 那這個主題 這個talk 這個panel 就會比較扣 扣連回是2020的這個時空 好 那看一下 簡單看一下 就是 這個 我們真的有在做的 好 就是那個 要找出那個設計圖證明這次真的有在進行你的project 就是他設計圖 然後那個地圖真的有 好 這只是 只是 呃 咦 這張沒有沒有線圖 沒有sync 沒有sync嗎 我有 我有啊 好 一定是高教人剛剛才在貼圖 好 呃 就是在 一樣是在12月16號這個剛剛講的那個panel結束 5點之後我們有一個線上的集結 就像剛剛那個 呃 紀念的這個網站一樣 我們會在12月16號的5點 請大家上線 那 呃 做一些動作 做一件 一起做一件什麼事情 好 好 所以我們進入到 令人緊張的live demo 好 那個 要 要 看一下目前的遊戲 這邊會寫程式的舉手 也只有一個人 所以剛剛講到那個live demo大家都沒什麼反應就是真的就是有差 那個我講一下為什麼live demo在geek圈大家都會笑 因為通常在live demo的時候都會失敗 所以live demo是一件很很很挑戰的事情 那我們我們現場來看一下那個他的live demo 好 好有喔 他已經漏完了對不對 好 那個 好 其實這第一次在firefire上面打開 所以真的不知道會不會通 而且早上好像才被改過 好那我還是先稍微講一下 那IPA剛剛就是已經講了一些background嘛 那 其中 為什麼 為什麼一開始想說 用遊戲來做這個議題呢 是因為 有一天在跟朋友聊天的時候 他說 欸 你看現在 討論EID 怎麼跟20年前還是同一批學者 只是那時候他們頭髮是黑 現在是白 就是這個為什麼沒有更多公眾的討論 大家覺得 只是要方便嗎 還是 就是說我們沒有辦法把那個 一個 一個比較 就是說 像dystopian這樣的狀態描繪 描繪給讓大家知道 那 政府就是宣傳 這個 這個 提供你數位服務啊 等等等等 好 那所以 他覺得 就是說好像要有一個方式 讓大家更進入 更進入比較好的討論 好 那所以 後來就發想說 我們用遊戲來表達這個 這個 這個事情 好 Anyway 那所以這個是現況 就是你 進來之後 欸 真的有聲音喔 欸 我都不知道耶 早上有人加了聲音 太神奇了 好 好 好酷喔 好 那總之 它就是很簡單的一個遊戲 那你現在用手機連上去 應該也可以玩 有一個小妖感 好 idistopia.online 沒有 妖感上 上月就假了 好 所以 就是這個情境是 你是一個在2035年醒來的人 然後 你可能有點搞不清楚狀況 但其實我們現在就算沒有昏迷 也是常常搞不清楚社會上發生什麼事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遊戲就會設計到你去 做一些對話 可是我看對話那個人不見了 對啊 欸 怎麼找不到我要跟誰對話呢 好 我覺得可能要 要用Chrome開一下 你確定是不是 你確定是不是 這有Chrome或是Safari嗎 好 有可能是剛才又被deploy了 所以 所以還是不能做Line 哈哈 OK 那我同時順便說明一下 等一下進行的方式 等一下我們就會發這個便利貼給大家 那大概請大家 就是 花 請大家花個五分鐘的時間 寫下 就是說 你覺得 什麼情境下 如果你 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一個2035年 全部都是數位身份的情境 什麼情境下 你的身份可能會被偷走 那第二種是 被偷走之後 可能會發生什麼後果 那再來是 你有沒有什麼其他想到的 關於數位身份 關於 我們剛才講的這些場景 其他你覺得 該注意的 該 值得大家探討的 那個跟我要對話的人真的不見了 可能應該是剛剛有人在改成詩 所以 總之你可以看到 這就是一個RPG的形式 那前面的劇情推展跟 我們要闡述我們現在講的這些故事背景 會用這樣子的對話形式 或者是任務的形式 你必須先去某個地方拿到一個東西 才能去另外一個地方做什麼事情 好 這樣來進行 那再來就是會有一個 大家剛才講到12月16號的五點集結抗議的場地 那這個理論上應該是 到時候 然後這些石頭就會扳開 你就可以從那個石頭走過去 走到一個 走到一個有點像凱道的場景 那我們就希望很多人在那邊 同時就是 用emoji做抗議 表達你的心聲 好 所以 那個時候就會解鎖 對 回到slice OK 好 那線上機會的時間在這裡 好 那demo 好 所以 我們剛 recap一下 就是我們現在的背景 就是像剛剛講的那兩個setting 就是有這個探足跡 然後有身分被track 以及這個基因分級等等的 好 那目前在已經開展中的劇情 我們在做的事情就是說 可能有一些角色 然後他在日常生活 就遇到身分被追蹤的情境 那接下來呢 這個主角就會遇到 剛才講的這個反抗組織 就是去了解到說 這些事情到一開始怎麼發生的 為什麼2020年的時候 大家都 沒有在討論這些事情 以至於2035年 就 就進入了那個情境 好 所以整個setting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所以 我們剛剛兩個setting 那我們今天就是 來繼續往後發想 其他不同的可能性 或者是 大家覺得可能會出現的問題 好 所以我們大概會分成 就是 三種不同 像剛剛講的 就是大家可以便利貼上 寫三種不同的東西 好 可能是留下各自的情境 比如說你去 像現在去大樓換證 對不對 也許你換證的 進去辦公的那一段時間 身分證 未來是晶片 也許就被 怎麼了 好等等的 好 那或者說 身分被盜獻之後可能的風險 也許未來的連署系統 這些都是 電子化 然後現在其實已經在規劃 那 也許你就被連署了一個 你不支持的公投 好等等的 好 那以及其他 就是說我們可能沒有 目前還沒有cover到 那因為這個議題真的是蠻大蠻廣的 我們就希望大家來 共同來想說 哪些值得注意的面向 好 好 那我們第一個part of workshop 大概是這樣 會發這個便利貼 是不是現在可以先 對 但是大家先在位置上寫啊 寫完之後我們 就是先請大家貼 然後我們可以稍微分類一下 好 那可能 如果比較不明確的 就是沒有辦法用很簡短的說 可能就請原來寫的人 用 用大概30秒的時間來說 你的那個概念是什麼 好 那再來 第二個part 第二個part呢 我們就是會 去分組 大家覺得如果說 某一些東西搭配起來 某一個情境 某一些這個 風險 好 加上某一些考量的事情 可以變成一個 故事線的話 好 那我們就可以分組來 來討論 那可以自由求主 或是說你可以 在等一下便利貼上面 簽上你的名字 你對這個議題 是特別有興趣的 好 那我們就可以分組做討論 好 那最後 因為我們大概 我們也只有一個小時的時間 接下來剩下 35分鐘 好 所以我們大概 討論的時間結束 最後有一個 5到10分鐘做summary 好 那今天就是說 除了這個事情之外 就是歡迎大家來試玩 就是剛才這個 這個網址 好 然後我們如果對於 就是想要把怎麼樣 把這個故事說得更好 然後讓更多人能夠理解 這個EIP的議題的 牽涉的廣泛 好 歡迎歡迎來這邊 好 好 我們就現在給大家 大概五分鐘的時間 寫一下 你對於 就是說 出位身分 都可以 就是三種 你可以一個概念 寫一張電條紙 好 那 譬如說 就是 進到了患症 這就是一個scenario 你可以寫一張 還是2035 2035 2035 我們就要分三種 然後其實寫一寫 可以 上來 直接看 然後看看別人寫的 比較 知道 怎麼 要去拆掉寫的 標案 的標情商 就是 資金成名 就他們到底是什麼背景 這就會是 我覺得好像 如果有故事的話 他會 會 水很深的地方 那我們就分層情境 然後 風險 然後還有其他 其他的 各種 任何你覺得 心裡萌萌的地方 就是 不然 不然 以後 其他 我 不然 他 又 他 有 他 一個 風 好久了,你會坐HCMX在夏天的飾品, 停車後駕過, 泊車後駕駛、通車後駕駛駛駛的飾品。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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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